嗯,听起来果然也是射击高手 哎呀,别耽误时间啦 花老大脾气很快的 涉水鱼们会有麻烦 好,那我得快快去阻止他们 飞上我的半岸背包 出发,go! 想挑战吗? 来呀,来呀 各位,大家都是好邻居嘛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学色 原来只是两只小到只有一咪咪的小孩子鱼 大人欺负小孩 会被人家看笑话的 不然这样 一只长颈鹿推着粉红色的礼物 经过粉红色的房子前 它带的是什么礼物呢 原来是一台长长的粉红色飞车 是乌龟一家人 长颈鹿妈妈早安 乌龟先生,您早啊 去送礼吗 是啊 一切都很顺利呢 太好了 拜拜 再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首李商银的姚池 李商银是唐代后期很有才华的一个诗人 他可以写出很多不同题材的诗 不管是勇史、政治、感情还是书怀 都可以写出他的风格 他擅长利用典故 喜欢用象征、笔姓的手法 宗原无聊地打了个呵欠 前天回家后 他后来又去江雪找老江 看到江雪里 有好几处山头都被染黑了 实在很担心 可是老江也束手无策 不知道为什么 诗魂给了月下毒蛀这个线索 却又什么也找不到 这次去江雪里 不知道什么也找不到 这次来江雪里 你需要写去烦读 你找到岁有点 会员 相当时间 不在位于 这次来江雪里 它曾是 不理啊 你